公王府的门前有一对石狮子 左雄右雌 分至大门两侧 很气派 门前放置石狮 这个在明清时期是一个很流行的做法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制度性要求 比方在今无品以上官员 他的宅院门口才能够放置石狮 那么我们在门前放置这个石狮子 它的意义何在呢 一来这个石狮子它可以警示过路的人 这个地方的人家不同凡响 你路过的时候保持竖静 另外一个呢 两个石狮在门的一东一西两侧 在它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呢相当于是门前的一块缓冲区域 比方我们门前来人需要等候 或者多来几个人 要在这里停留一下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不至于很拥挤嘛 它隔离出来一块 所以这两个石狮子起的关键作用是什么 它隔离出来一块空间 这个地方是咬的 把这个碎和水 就会点滚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